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普渡 为什么要普渡 其实都是来自佛教的故事 因为印度的气候很热 而且在夏天 虫 蛇等等都会爬出来 佛陀就是担心弟子们 打了赤脚 走出了丛林 要到人群中去化缘 他担心脚底下会踏到小生命 或者是被蚊虫钉伤 所以未来要多平安 所以佛陀就在印度的夏天 就是农历的事业十五开始 就是出家人都要聚聚再一次 不需要到外面脱波化缘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让国王大臣 还有在家祭祀 要共生共佛的人 他们来供养 让修行者安心修行 所以三个月的时间 四月十五一直到农历的七月十五 叫做节夏安基 这个时候 那就是有的会静下来会思考 我的生命从哪里来 难免就会想到了父母 木剑连尊者就是其中之一 在一次的节夏安基的时候 木剑连尊者 他坐下来静静地思考 他感恩佛恩 又想到了母亲的怀胎的幸福 在他还没有出家之前 母亲就往生了 他担心 所以他入定了 寻找啊 他看到了 在二鬼道 有一个肚子很大 很困难 很小 严严的主啊 原来是自己的母亲啊 虽然是他的儿子 他也是贵求啊 孙子啊 救救我啊 你这边的孙子 赶快扶着他 你为什么会堕落在恶鬼中呢 因为我在世的时候 不自已过 我贪 我沉 我吃 我都杀生 所以我死 一直到现在 都是在二鬼道 沐建人坐着 他想到了 自己有神通之力 所以赶快 带人换你 水啊 要给母亲啊 母亲张开口 要吃饭的时候 口中吐出来的 把整宫的饭烧成了碳 好 不见人自责 痛彻啊 心灵啊 再次的给他 换食 又烧成了碳 哪怕自己呢 神通啊 也无法救我 到了佛陀的面前 唯有佛陀能救救我的母亲啊 佛陀就跟牧建人尊者说 你母亲的业力啊 众如斯弥山啊 要仰仗人 很多的修行者 才能帮助你的母亲啊 所以 结下安吉啊 要结下的这个时刻 大家 为你母亲祝福 但是呢 你要为每一位 有道行的人 奉上了你的 最虔诚的供养 牧建人尊者 就在7月15号这一天 社宅供养 虽然他是深重的领导者 他就亲自捧啊 盆水 让仁仁啊 洗个澡啊 一一奉上了 佳肴 就是共佛共生啊 仁仁啊 这是一恋的虔诚 为他的母亲啊 祈祷 共鸣啊 套天二鬼道 让同一天的受苦难人 都解开了 都能解放了 叫做救道险 这个民俗 在7月呢 都以为是不吉祥的业 错啦 7月呢 就是佛陀翻洗吉祥业 因为呢 很多的修行者 在这个时候 都是文化捷悟啦 佛陀最开心 欢喜的日子 所以 信仁仁应该呢 要正信 不能有迷信啊 一迷呢 那就会容易啊 就是误入歧途 看看我们现在 在7月的要普度啦 什么叫做普度啊 救道险就是普度 但是呢 不但不救道险 造成了多少生灵啊 要让人陪的死 路边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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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 Espun herman and 是cession 祥导险 你救他吗 不是鬼 这不是叫做普度 这叫做 那代 叫做呢 残杀 想想看 中原普度 要造成多少残杀生灵的 这种的因 好可怕 我们真正的普度 为什么不普度人生呢 为什么不普度众生呢 看看 被倒掉了 悬挂了一只只的动物生灵 你假如让它这话 让它再也不会惶恐 再七月 人家说七月半 不知道是何 到这个时候 让它们也跟我们一样的 安忍自在 过它们的生灵物类的世界里 也就是让它安忍度过一生 它们安然度过一生 就是人类的安忍度过一生吧 总而言之 旧道显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普度 顾名思义 真的你要普度它 就是要连动物生灵 你都要普度 你都要疼惜它 不忍心杀害它 所以我们应该 人人要树实心灵 反保大地 反保保护大地 来救道显 救道显 这些地 我们现在是非常重要 要推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